白宫医生10月7日在一份最新的备忘录中表示 总统特朗普已经24个小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他继续在白宫接受新冠病毒治疗 白宫医生康利在备忘录中称 特朗普已经超过4天没有发烧 自周一离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以来 他也没有再补充氧气 康利补充说道 今天值得注意的是 周一提取的化验结果显示 总统有可检测水平的SARS-CoV-2-IG抗体 这一简短的备忘录 没有包括任何关于总统用药方案的具体更新 自上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以来 特朗普已经接受了多种治疗 包括类固醇D-Sais-Misone 抗病毒疗法瑞德西韦和再生原制药的抗体肌尾酒 但这一备忘录中包含了特朗普本人的言论 康利写道 总统今天早上说我感觉棒极了 在特朗普被确诊之后 越来越多的白宫工作人员也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 名单中包括白宫新闻发言人麦克纳尼和他的一些助手 以及白宫记者团的多名成员 一些共和党议员也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 他们都参加了最近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活动 该活动无视特朗普政府卫生专家发布的一些社交距离指南的建议 好